金石财经 点石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中国治理雾霾很有成效 中国环保部今天表示 经经济PM的浓度明显下降了 还有他们表示熊安的生态保护要严守红线 中国会要谈谈蓝天VSGDP环保风暴越刮越忙 同时会谈谈中国最近的金融整顿 说清理金融大恶是为了改革打好基础 今天A股港股都重挫 人民币却大幅度的上涨 人行副行长也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刚说 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双向波动 国际化也有突破 首先看中国治理环保的成效 19道报告当中凸显出 中国现在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 同时在环保绿色生态方面将会是重中之重 今天中国环保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 不只是他们就是所有人不懈的努力 中国28个城市也就是2加26城市的PM2.5的浓度 明显下降 东西上在一季度2加26个城市 PM2.5同比上升 10.5%的情况下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空气质量恶化的态势 现在应该说得到了扭转 环保部表示呢 经经济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加26个城市 在今年4月到11月15号 PM2.5浓度同比下降6.5% 10月启动秋冬季攻坚行动之后 PM2.5浓度64微克一立方米 下降了15.8% 北京更是连续7个月录得了浓度低于60微克一立方米 那么根据北京环保局22号的通报 今年10月份北京PM2.5月均浓度失禁 5年来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这个时候呢 刚好是19大的召开 官方大力置屋 那么会议栏就让民众看到了治理雾霾 强力治了霾 这是有希望的 环保部署呢 中央财政安排了6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 用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 今年为支持津津剂和周边 以及长三角出三角治理大气污染 总共安排了160亿元 十三五期间累计为大气污染安排了272亿元 未来力度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大 环保部表示 如果一些地方因为工作不利 没有严格落实攻坚行动 导致空气质量迟迟不能改善 给区域空间质量改善拖后腿 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他们就会进行量化问责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熊安新区建设 对标世界一流绿色移居城市 环保部表示正在编制环保规划 对新区的生态实行红线管理 环保部说呢 他们要参与编制的是白洋店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 这是目前熊安新区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两个规划 他们说将会对新区的环保进行红线管理 中国的环保进展其实不只是自己看得到 现在连日本的媒体都关注到 中国蓝天保卫战已经出现了具体的成效 日经新闻就这么说 中国的蓝天保卫战正在收复失地 他们这个报道从中国在上海 还有在北京整个制污和防污染的行动 那么谈 说在中国对于长期化的大气污染问题 政府和民间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举措 在社会上出现了向小学捐赠空气氢化器的募捐行动 募款活动 那么在行政层面除了让企业停产之外 也采取了清扫路面抑制尘土等等的举措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从图表来看一下 他们引述的是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一个图表 说中国的大气污染近三年之间正在改善 74个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 那么在优和粮方面比例在不断的增加 在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方面是在不逐渐的减少 而日本自己也关注到他们要如何保护森林生态系统 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18年度的税制修订当中确定 要创设用在保护森林的森林环保税 人均每一年征收大约是1000日元的方针政策 考虑到预计19年10月要实施的消费税增税 日本政府可能到2020年度以后再引进森林环保税 征税对象是支付居民税的6200万人 政府每一年能获得620亿日元的基金资金 不过能不能够减少二氧化碳 大家还是有质疑声的 在全球性的碳排放当中 这个可以跨界国度 而且是在全球飞来飞去 那就是飞机的碳排放 碳排放最大的来源之一当然就是航空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在家住生物航空煤油 在中国的航空公司方面 现在有个新的突破 那就是海南航空最近首次实现了 这个家住生物航空煤油跨太平洋的飞行第一次 那么这将会影响到餐饮废油变原料 商业前景可以更加的广阔 在22号凌晨的时候 家住有中国石化一号生物航空煤油的 海南航空HU497航班波音787型客机 跨越太平洋 平稳降落在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报道说中国石化一号生物航煤 是中国民航局试航批准的 第一个生物航煤产品的跨洋应用 第一次跨洋商业载客飞行成功 标志着中国在生物航煤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应用 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目前总共有四个国家掌握生物航煤技术 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中国之外 还有英国 德国 以及荷兰 而英国在这个让飞机用这个生物航煤 跨这个领域飞行的时候 就在天空飞行的时候 英国是最早的 中共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继续在香港的形成 今天上场的是中央财经小组领导办公室副主任 易刚 易刚今天在香港进行题为 走进新时代掌握新机遇的专体演讲 他在演讲当中谈到了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还是比较快 经济总量有五年前的大约54万亿元人民币 到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2万亿元 过去五年平均增长率7.2% 他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服务业增速快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而中国对于世界经济贡献也最大 每年达到37%的占比 贡献比例比美国大 他在香港演讲的时候说 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双向波动 今年以来人民币比较稳定 对美元也升值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新突破 全球人民币的使用量正在增加 他也说香港跟内地在金融和经济方面融合趋势很好 香港在中国改革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认为两地应该互相提升竞争力 那么中国现在在谈到这个整个金融系统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稳定 今天有个消息提到说 近日央行发文严查 为无证机构提供支付服务行为 并且明确了时间表 那么最近大家都关注到央行这一系列整顿金融的行动 对市场的影响 我和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要仔细看 央行也好 还有三会的负责人 他们在结合十九大精神的文章 或者是宣讲的时候 对下一步 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对外开放 还有整治乱象 到底有什么表态 其实咱们昨天说了 像要加强竞争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意味着可能会开放给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 进入到中国市场来 而且在中美的访问之后 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你看中裁办副主任 中国要专门说了 在第二天专门说了 在哪些领域 在股权的比例方面进行开放 而且在资格方面也会大幅度的放宽 但是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知道 中国它有些市场它不是很透明 所以你看 昨天咱们新闻报道当中 就谈到周好川最近的一次讲话 就特别讲到了 像金融大鳄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它非常强调 你这个执照 这监管的部门 有的人他有非常大的权利 特别是某些处长 他有非常大的权利 那么就出现了 这个被监管对象 买通监管者 然后金融大鳄和内鬼来互相串通 那么如果说这种情况它存在的话 哪怕是一单 不用说是有几单 几个方向 它就会破坏金融市场的公信力 因为你这个监管最重要的就是公开透明 还有公正 所以你看到 最近这半年来 对这方面的打击特别的严厉 对我们昨天说了 这个乱象是包括P2P 那些网上的P2P 但是像这个东西是最要不得的 就是你这个监管者本身和这个大鳄来串通 所以把这些东西要清完之后 才能够具备进一步开放的这种基础 我们说这个开放会改革 它是有先后顺序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钳制条件 谢谢文辉 港股昨天出现了大时代 站上了三万点 但是今天本来要继续上冲 还曾经创下了十年来的高位 但是收盘的时候 跌到了三万点以下 连内地的A股 今天也都是有大幅度下缩的情况 昨天收盘三万零三点的港股 今天一开盘是三万零三十三点 曾经高见三万零一百六十九点 随后一路下跌 收盘报两万九千七百零七点 跌了两百九十五点 跌幅有百分之零点九九 成交额也不如昨天 今天只有1358亿港元 有市场分析认为 就是在今天内地 今天这个内地资金流入明显减慢 促使投资者先行获利离场 蓝筹股走势分化 腾讯下跌将近百分之二 平保下跌将近百分之四 港交所也下挫超过了百分之二 至于内地股市上证宗旨 创下年内最大单日跌幅 报3351点跌78点 跌幅2.29% 成交2704亿元人民币 深层值也大跌了385点 成交2839亿元人民币 那么港股昨天站上了三万点 重现大时代 恒地主席李肇基履行两年前的承诺 他当时说 如果恒指升算三万点水平 每一年就会捐十万港元来行善 昨天他透过发言人说 正在研究如何捐出十亿元 给公益团体 那么现在市场认为 这个恒生指数 未来的这个表现 还是会非常的乐观的 那么港股今天虽然没有占上 1500亿的成交 但是呢市场认为 应该会渐渐成为新的常态 也有分析认为 北水改变了香港股票市场的 这个生态 也就是说 内地资金对香港市场的影响 正在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信证券说 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市场融合 会是未来三年香港市场的主旋律 港股会有过往纯粹的 离岸市场的体系 逐渐向在岸市场靠拢 意味着港股越来越受到 内地投资风格所影响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情况 就是越升越买 越跌越卖 今年下半年 我们看到这个香港股市 一路的上涨 最主要的支持 动力是来自于新经济 但新经济是不是有 值得小心的地方呢 个人看法不一样 不过整体看起来 对于港股 还有对亚太地区的股市 明年大家市场还是觉得不错 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来带动 港股今年飙升 大约是36%左右 那么腾讯的这个 其中三成是由三成的升幅 是由腾讯所贡献的 文学认为 这波由科网等新经济股 带领大势向上的潮流 不限于港股市场 美股也是在科网股带动之下 屡创新高 明年会是怎么样呢 高盛认为明年这个香港的股市 恒指应该会上看三万两千点 会继续向好 主要是因为内地经济改善 还有美元比较疲弱 他们投资四个主题 推荐四个主题 包括了继续看好中资金融股 还有为了对冲美国 明年下半年加息的影响 看好50只新中国概念股 受惠于改善污染政策的绿色中国概念股 还有下一轮收益于互联互通计划当中的 内地和香港的股份 贝莱德就说亚洲展望 他们认为亚洲展望是正面的 同时呢 他们会继续增持中国的股票 中国基本因素改善 所以维持增持中国股票 尤其偏好传统经济板块 他们对于这个新经济板块 尤其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 这个这样高估值 他们已经比较谨慎一点了 广播之后的情节消息 大家见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 这两天港元拆息突然飙升 人民币汇率也大幅度的上升 看了一些分析 得不出一个所以然的原因 不过跟下个星期财政部要到香港来发国债 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财政部今年会在香港发行140亿元的国债 当中70亿元已经在今年6月22号发行 而下个星期要发行的70亿元人民币国债 会通过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面向机构投资者 国外中央银行 地区货币管理当局发行 具体的期限结构和发行时间 会在发行前公布 人民币国债发行之后 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而今天人民币汇价也大幅度的上涨 来看一下外汇总和 KPB昆仑国际金石财经 由KPB昆仑国际独家具名赞助播出 全球外汇交易 KPB昆仑国际 这两天美元汇价似是受到感恩节假期的关系 所以汇价是比较疲弱的 那么美元汇价疲弱带动了其他的汇率 就上扬的比较明显了 那么当中在人民币的汇率表现方面 离岸的人币拆息 最近这两天突然大幅度的上升 场外短息更曾经飙升到12厘 所以有四家香港银行上调了存款利率 我们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也是明显上扬的 今天中间价暴6.6021 比昨天大涨269个基点 赞价今天一下子就突破了6.60的水平 那么高见6.5745 收盘报上涨336个基点 报6.5823 廉价也是曾经高见6.5832 美联储在星期三发布的10月底到11月初的政策会议记录显示 很多决策者预计将不得不在短期之内加息 美联储官员在会议上说 由于经济走强 他们可能会在近期上调短期利率 但几位官员表示 他们支持加息将取决于通胀是否上升 官员们认为通胀低于央行2%目标的时间 可能会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长 而联储主席耶伦最近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说 他不确定导致通胀低于联储局2%目标的因素 是否是属于过渡性质 美联会价低贱93.198 日元高见111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汇价确实是比较弱的这两天 其实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关心美元的汇价 你其实看到它美元作为全世界主要的货比 它的波动幅度是有一定的限制 再低一点的位置上去 再高才高不到太高的位置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像特朗普当选之后 金融界对它过渡的炒作 后来发现炒来炒去波那么回事 他又掉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要非常关心 就是美联储主席 如果说他换了人的时候 会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普通的预期说 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现在觉得呢 就是大家可能有点低估耶伦 他在过去几年这一任 他处理问题的难度 因为总觉得他是无所作为的 他不停的这个放宽 而且呢 迟迟该收的时候 他又一直不收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艺术 你要很仔细的看那个经济的走势 包括也要看通胀的走势 同时呢 现在的联储主席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可能更多 就关心美国内部的经济 现在还要看他全球的益处效应 所以我们说 换了新的这个主席上来 他的任务应该比叶伦更加重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你不得不要很快速的说表 因为今天叶伦也非常明显的说 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重视的 所以就是你在做现在的同时 一定要眼睛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 但是你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又不能够影响当前的这个角色 所以看来看去 联储主席其实是不好当的 尤其有大的危机来的时候 谢谢文辉 那么退欧的这个问题脱而未定 使得英国经济确实受到了影响 现在连英国财政大臣都公布 要大幅度下调他们的经济预期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在昨天提交了一份预算报告 对于经济和政府财政情景做出了比较悲观的预测 那么在预报当中说 英国一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调低到1.5% 同时外来几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都被大幅度下调 预计经济增长率会持续下滑到2021年才会微幅的上升 这时候怎么办呢 哈蒙德在预算演讲当中宣布会立刻取消30万英镑之下的 手套房的印花税 这会使得95%的手套房买家受益 另外英国首相特勒沙梅在这个星期 我将要到访布鲁塞尔 欧盟方面的谈判代表据说会仔细聆听他的演讲 来听他的讲话来寻找迹象 看特勒沙梅是否准备冒着国内强烈反对的风险 提高给欧盟的条件 以便在12月份就英国脱欧的事情达成协议 那么据说瑞盈有一份报告 谈到了2018年的会价展望说 美元应该是比较弱的 而且看点美元到91.5 他们看好的是欧元兑美元在1.25这样的一个价位 今天欧元在1.1845的高位 英镑在1.33上下 我们来谈谈 这个英国到底怎么脱欧啊 我总觉得它还没有进入实质的状态 就是呢英国呢不想露出自己的底牌 到底我愿意付多少分手费 所以你看他的财长在议会的时候就说 哎我们准备了多少钱 他准备了30亿英镑 30亿英镑多少 相当于40亿欧元 那么正常的理解来说每年现在英国 他是给欧盟100亿欧元 就他的财政多给他 通常就是整个综合算起来 他要多给欧盟100亿欧元 那其实就是以这个为数 那么到底你是给几年 英国说我给两年就够了 那边说不行得给10年 10年多少就是1000亿欧元 所以呢这个英国方面一直不亮底牌 那么欧盟方面也不着急 反正你自己说的 但最终呢应该是以100亿 唯一一个基数 就每年你的预算当中要拿出100亿来 但现在其实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那未来就是实际上 就是不是像现在通过各种项目进去的 而是直接就一次过的 给一年给一回给多少年 所以呢特雷三美 他说19年要完全实现这个脱欧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开他量底牌的时候 但他内部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内部有的议员是不同意这么做的 你给多了不行 对吧你不推进也不行 推进太快也不行 这就是他上次搞的选举 把自己选成了一个稍微领先一点点的微弱多数 所以这就很麻烦 所以他未来做事其实说手说脚的 但这里边还有一些具体的安排 像今天特别谈到就是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境到底怎么样 所以呢那边就有人提议了 是不是按照香港一国两制的模式来管理这个两个爱尔兰之间的这个边境 所以那么说呢一国两制其实它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很好的运用的 谢谢文辉 我们最后谈谈的就是从环保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谈谈蓝天VSGDP 环保风暴越刮越猛 今天咱们的节目把这个头条选成这个环保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有意义呢 就是环保部啊 其实他一直是低的头做人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他的越来越意见大 说空气怎么那么差 而且呢是全国范围突然又出现很大面积的这个预警 但是呢今年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做扭转 就是雾霾状况 尤其是华北地区 经济记的雾霾状况得到一个扭转 但他没有出现另外三个字 就是是不是根本性的扭转 但是他敢说这个话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根本性的扭转 但这里边一个是历史对比 因为有人就对比 说这个发达国家 大概是罗马俱乐部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重视 日本呢稍微比那些欧洲西欧国家和美国稍微晚一点 大概日本的PM减少是在75到76年 因为日本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 对啊 所以呢那中国现在是不是这个时候了 但1975到76到现在2018年多少年来 已经40多年了 但我们也该是这个时候要重视自己的环保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PM2.5下降和什么东西有直接关联 和过去这半年刮的环保风暴有直接的关联度 不要以为说是为了开19大 然后呢这个环境才好 或者说开了19大之后环境是不是就恶化了 因为以前我们有所谓的APEC拦嘛 拦了几天之后你发现大概过上半个月 那个浓度增加之后它又来了 但是那现在的情况其实不一样 它是从7月份全国范围的 你比如说我去新疆 新疆很多这个基层老百姓 他就说这个环保风暴太厉害了 在外面放几个桶 放几个用过的那大铁桶 那个环保的部门的过来说不行 你三小时之内必须给我收到什么地方去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采取措施 然后那个到那个乌农木齐市叫那个村里边 村里边说也庆了一大批这种什么加工的走 我们说呢 有的地方它确实这个微小微型企业 它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权衡这个环保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基本可以看到 大家已经认可就是环保在未来的民生当中 它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所以也就联想到最近像中裁办副主任杨伟明说 不再过度的考核GDP翻番的目标 而是强调高质量高效益 所谓的高质量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这个生活是不是有很好的空气 有很好的水源 你吃东西是不是放心 其实我们说未来这个高质量它还要拓展 拓展到堵不堵车 大臣是不是把堵车治理堵车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的任务之一 因为现在大家不觉得堵车很麻烦 但是你要看这个美国专家 比如说保尔森他基金会 他来研究北京的时候 他就说其实堵车会导致大量的无效率 你不是就和你那个要追求有效率的增长 是完全相反吗 为什么 这就很明白 你把你一下堵了三个小时在路上 你什么效率都没有了 所以我前段时间见一个从印尼投资回来的企业家 他说印尼那个地方一天只能干一单事 为什么 大家都把自己不守时归咎于堵车 其实这个和他的商业文化有直接关系 所以你要约他们明天见面 他说下行才有空 然后约明天四点半见面 他可能七点半才到 都说是堵车 所以堵车也好 其他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也好 慢慢他就变成一种高质量的经济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当中国对这个环保问题特别重视 而且是加大力度全面在这里的时候 相应来就是很多的投资机会 我们相关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您关注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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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